你干什么呀 做什么成绩啊 张依依 你在做什么呀 他把我做什么 你看不见呀你 看不见 你这些是好事吗 你昨天晚上的事情 猴叔还在给你擦屁股呢 还没整完 你现在又 现在又闹这些咬子 啥事 不记得了呀 失忆了呀 拿个盆子大晚上到处敲 你不睡觉不让那些婆婆大娘睡觉 谁让你不陪我睡了啊 我不陪你睡 让你不陪我 我不陪你就让整个村子不能睡 是吧 他们那么大年纪了 能这样像你这样熬吗 半夜三更的 你干的是人事吗 张依依 他们那么大年纪 他们早该死的 那就是脑部死的 或者那杯空气 那杯粮食 你在说啥呢 我说啥 你没有父母啊 你的父母不会老啊 你没爹 没妈 没人样 你去伺候他们呀 我看你去把你收拾的 你别动啊 你动什么 你还是那英雄救美呀 那蛤蟆追亲我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说的出一句人话吗 这个什么东西啊 那些那些大爷大妈他们的孩子听见这些话 他们会舒服你吗张依依 啊 他们还在感谢我呢 感谢你 感谢你什么呀 他们那是脑部死的死了 他们还在感谢我 免得去候他们 免得伺候他们 你就这样想你父母的是吧 觉得你父母老了就可以去世了是吧 啊 你是个人吗 我他妈我不是 你们是人吗 啊 我这我看见你就来气 我这看见你就来气 把你都拿去是吧 把你容易给我捡起来 好好好 你都不下去了吗 啊 你干什么 你要去杨阳屋子里干嘛 杨阳 看他今天要干嘛 看他要干嘛 去啊 他妈给我去啊 你都给我去啊 杨阳 杨阳 让他摔 让他摔 我看他把这些碗全部摔了 他吃啥 用啥 你摔啊 让你去 让你摔 你弄没 反正我也没把你当人 我看看你今天能收拾出来什么东西 我看你今天能干些什么呀 饿子 又怎么了 咋 你干什么呀 发什么声剧啊 让你扛了不给我啊 快呀 你自己不在弄吗 你自己不知道弄还是咋的 昨天我说的事情 现在还在往里处理 我让你去处理了吗 他那个婆婆 他心脏本来就不好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 这是你闹的烟恶子 不是明个男子 他儿子回来非得揍你不可 好死了最好 给我捡起来 捡起来 把这个东西给我 我捡 马上捡 就成不捡 这些豆子一粒一粒给我捡起来 我跟你们说 不要走过来 不要走过来 弄死你 你想干啥呀 还想动手是吧 他们家都给你们拆了 让你们住啊 家都给我们拆了 还想拆家是不是 我进附近的地方发起 我发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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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叔 啊 他已经不适合在这个屋子里边 拉走 拉走 快看啊 走出去 他们我的这都挺好的呀 做挺好的 被你造成这个样子还挺好的 拉出去 你只适合去外边 我坐在挺好的呀 让我继续住下去呀 这边 山上 走 滚开呀 走上去 杨杨回去把门给锁了 我去那边 我跟你说 你不想在家里面带着行 我在外面带着 就在这里 给我蹲你也给我蹲着 他们脑不是个死女人 你他妈的 死女人 给我村子 你咋骂我都行 但是你不能骂咱村子里边那些大爷大妈 他们那么大年纪了 就骂了啊 能把我咋的呀 人性都是肉咋的 行吗 七八十岁了八九十岁了 被你那样折腾 拿个盆大半夜到处敲到处敲 胡说你处理完没 还有两家还没去 还有两家还没去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 那你应该过来处理吧 下面那个 爷爷九十多岁了 给民宿打电话 剩下的事让民宿来 我们呢 今天我就陪张依依 我今天就陪你慢慢磕 那个家你是真不适合回去了 你能弄过谁呀弄过 我们就是对你太好了 这几天好吃的 好夸的 是否能惯了你 就是太宠着你了 他妈我就昨天晚上 你敢敲一夜 敲一夜 我去早就死 我真的想两个 你不是这个在这里里面 上去 我在这里住的挺好 上去 我回去要我自己住呀 上去 你不是我回去 你不是我回去 你不是我做书在当山 你不是我当野人 知道吧 你不是我当野人 你不是我当野人 走 东西 你妈脑不血的 你太妈的 你碰啥呢 你碰 我当野人